第312节 云界庄子的人现在对石板路有着特殊的爱好 只要有机会就会铺一截石板小路 前面十几亩地种的全是玉米 这是三年不间断的种植才有的规模 为此云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如今成熟在望 只要种子不退化 云叶明年就准备把附近的山地全种上玉米 土豆这东西在云界庄子已经不是稀奇的东西了 年纪大的老人在大清早喝茶的时候 会顺便烤上两个土豆做早餐 就着浓茶吃个热气腾腾的土豆 有着说不出的舒坦 那日木看着玉米悄声的对云叶撒娇 他要吃玉米 去年他就想吃 结果星月不答应 老奶奶哄他说呀 今年多了就能吃了 现在绿油油的一大片 他觉得已经很多了 丈夫给他显摆过 煮青玉米有多么的好吃 孕妇就不能想吃的 只要想了就没有一点的耐心 吃点玉米算什么呀 想想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想吃天鹅 云叶也会义不容辞的去皇家园林里去抓 芙蓉园里有好多呢 站着一个小胡搏 忽伸着翅膀抓鱼 那太浪费了 玉米长得粗壮挺拔 饱满的玉米棒子斜插在玉米杆子上 顶着褐色的丝绒 最顶上的熊花已经开败 摇一摇 依然有无数的花粉落下来 自己地里的庄家 这还客气什么呀 云叶站在田梗上 咔嚓咔嚓的就掰下来三个 想想既然开吃了 那就不要小气啊 一口气掰下了十几个 看到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子 沉甸甸的被家匠抱在怀里 那日木就一点都不想散步了 催着云叶回去给他煮玉米 给云家看守玉米地的护卫交代好 让他们把没有玉米的空杆子全部砍掉 不要留着浪费土地的养料 旺财没吃过玉米 给他剥了一根 拿在手里 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全部吃完 剩下剥去的外皮 只留下最里面的一层外皮 玉米把皮剥光了煮 就没那股子香甜的气息了 煮好的玉米自然清香四溢 那日木高兴的给奶奶 姑姑婶婶们端去了一盘子 丫鬟都不让沾手啊 堂堂侯爵府吃个玉米 都能吃出过节的感觉 高档货呀 星月抱着玉米棒子 啃的模样让人心酸 仔仔细细的一点 渣子都不剩 那日木一口气吃完了自己的 又盯着云叶的看 只好又给他掰下来 半截递过去 小鸭数着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 准备拿刀切开 数量不够 小丫头们只好一人半个 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呢 云叶突然间怒气薄发 天下人吃不吃饭的 这关老子屁事啊 一个破玉米 把自家人吸盖成这样 地里不是还有十几亩地的玉米吗 自家人吃光一亩又如何 以前没有玉米的时候 那不是也没把所有人饿死吗 喜欢吃 那今天就吃个够 亲戚朋友长辈们都送一些 自己人都吃不上 那还指望全天下人都能吃上啊 李二至今把土豆 只在小范围里传播 这是做什么呀 云家庄子的老汉们 都对土豆没什么稀罕的了 外面的人居然还不知道 土豆是个什么东西 连庄家难道说也要翻出个上下尊卑吗 土豆只许富贵人家种 那就不许最需要这些东西来冲击的百姓家种了吗 虽然知道这是李二出于小心 自古农丧无小事 劝客农业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基石 再小心都不为过 富贵人家能够经得住损失 就算是突然间没了土豆的收益 也不会饿死 穷苦人家可不同啊 种了一年 要是突然间没了收成 那就是改朝换代的大事啊 稻谷 麦子 小米 梅子 高粱种植了上万年 才能成为百姓的主要粮食 土豆横空出事的时间太短 需要验证 可就是这样 云野依然感受到了伤害 土豆怎么回事 他很清楚 玉米更不用说 手里喝粥的小碗被捏得吱吱响 再看到石是一颗一颗的剥着玉米的样子 彻底的爆发了 把手里的小碗往桌子上一扔 扭头就出了门 弄得饭桌上的家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云野发的是哪门子疯啊 带着家乡蒲依来到了玉米地 选了一块长得最好的 一声令下 蒲依们就冲进玉米地开始掰玉米 云野没打算把这一片玉米留下一株来 造福人间 最重要的就是先要造福自己家人 他从不相信那些对自己妻儿老小都不关爱的人 这样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算进人的范畴 不管自己妻儿老小 却悲天悯人的 去为世界受苦的人谋福利 看似伟大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不为人之丑恶的目的 这种人在大唐有很多 都是地方官吏 京城里一个都没有 就连魏征这样的人都知道 给自己的傻儿子买一套好房子 怕他将来没了衣食 舔毒之情 看着就让人舒坦 一亩地没多少 半个时辰呢 就被仆依们掰得干干净净 看着十几箩筐的玉米棒子 云叶这才消解了心头之恨 奶奶拍拍云叶的手 什么都没说 笑眯眯的去佛堂 准备把今天的课业补足 星月刚要说话 被云叶一眼就给瞪了回去 那日木欢喜的像个孩子 要云叶给他煮多多的 他打算这半个月就吃煮玉米了 又煮了满满一大锅 前管家都分到了一碎子玉米 欢喜的见牙不见眼的 小鸭迅速的把自己的存下的那些点玉米 啃了个干净 这就对了嘛 那日木端着一盘子去了自己的屋子 知道他准备拿给换娘吃 小鸭 小五 几个小丫头啊 一人分两个 吃不完就剩下 全家都不许放过 您今天怎么了 平日里把玉米看得和命一样 怎么现在就砍了这么多呀 您不是说都是肿粮吗 您还说这饿死爹妈不吃肿粮 今天怎么改性子了 我要是真的眼看着爹妈饿死都不吃肿粮 这样的我 你还会喜欢吗 如果大公无私 那就不是云夜了 什么天下 什么百姓 那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 我也是百姓的一员 也需要受到照顾 不能我去照顾天下了 那自己全家 就半死不活的打饥荒啊 良心 那东西是吃饱了饭以后才有的东西 星月在云夜嘴边亲了一下说 您这样的夫君 才是好夫君 妾身上辈子 不知道积了什么德 能嫁给您这样的好男子 给您生儿育女 是妾身的福分 一辈子在您的羽翼底下暖暖活活的过日子 观众不是说过吗 衣食足乃之礼仪 先贤的话和您的话是相通的 星月最喜欢看到一个顾家的云夜 见到他有朝这方面发展的趋势 赶紧又是鼓励 又是给丈夫的话找根据 好坚定一下丈夫的心思 天黑透了 李太依然不见动静 云夜在篮子里装了两碎玉米 准备下去看看 统领见云夜给李太送饭 感激的让开地窖门 放他下去 李太的爆竹已经做好了 但是这个勤快的小伙子依然在忙碌着 拿着放大镜仔细的研究那些不同纯度的消食 硫磺 想做一个记录 本子上已经记满了一些符号 这是云夜特地交给他的英文字母 纯粹是为了保密 李太自己呢 给每个英文字母定了新的含义 就是云夜现在拿起他的笔记 也看不明白他到底记录了些什么 沉迷于工作的男人是很迷人的 坚毅 刚强 不屈不挠 总之啊 你会在这一刻发现 你在他身上从来就没有发现过的优点 摸了一把茶壶 发现呢 里边的茶水已经冰凉了 趁着李太休息一下的功夫呢 云夜说 秦逊 多休息一下 火药已经被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你想在这个基础上有新的发现 不会太容易 有好吃的给你 李太冲着云夜笑笑 叹了口气 又做了一个伸腰的动作 掀开篮子的盖子 惊叫一声 玉米 今天怎么了 你怎么舍得给我吃这样的好东西啊 去年问你要一点尝尝 被你骂得狗血淋头 难道说 见我太辛苦 特意让我补补啊 先洗手 手上全是药粉 就不知道干净点 以后要养成工作完了 洗手的好习惯 我不知道你将来还会研究些什么 如果介入到生化的范畴 光不洗手这一条 就会要了你的病 对于正确的意见 李太总是很虚心 放下盖子 自己去木盆边上洗手 仔仔细细的洗了两遍 才擦干水剂 从篮子里取出玉米 揪掉玉米须 扒开外皮 大口的嚼起来 看他的动作就知道 书院的这些混蛋 一定没少偷吃玉米 可怜自己强忍的今天 才吃上了一口啊 来到李太的案子边上啊 看他做好的爆竹 很细心 从大到小都有 抽屉里的配料已经所剩无几 拿起爆竹晃一晃 被塞得很严实 竹节上的小孔呢 也钻得很秀气 很难想象这些东西 都是出自一位亲王之手 清雀 你的任性 就连我都不服不行啊 你天生就该干这一行 勤奋加上天赋 你想不出成绩都难啊 我不敢想象 你将来会达到怎样的成就 你哥哥和你 实在是无法相提并论 不管在天赋还是勤奋 都不如你 李太吐掉一口渣子 翻着眼睛说 那你还不是选择帮我大哥 我这样的优良品种 你都视而不见 现在说这些 不觉得晚了一点啊 哼 你想太多了 如果光做皇帝 我还是坚定的支持你大哥 你治理不好国家的 科学家当一个国家的元首 那是那个国家的灾难呢 他们的性子里天生就有一股子疯狂劲 你不会不知道当皇帝会有多大的压力 依你的性子 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的把那股子疯劲释放出来 你偏偏又很霸道 你知不知道 你和杨广很像啊 李太不言喻了 低下头继续啃玉米 奔赏才抬起头 无奈的对云叶说 我很想反驳你的 结果发现真的如你所说 我们很像 一样的文采风流 一样的天舞不凡 就他妈的连想法都差不多 运河这东西 如果不赶时间 杨广一定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 如果征讨高丽不是如此急迫的话 也不会造成随朝的四分五裂 我们的性子都很急 都想把一百年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做完 所以必定不会太稳妥 小泰 这就是我不愿意你去当皇帝的原因 上面的两条固然重要 最重要的一条 你却没有弄明白 你看看你父皇这些年在做什么就明白了 杨广不光是性子极 而是需要迅速的积攒人脉 随朝末年门阀横行 当然包括你们关龙李家 给杨广的压力太大了 他需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皇帝 所以选择东征高丽 将全国的力量都集中在那里 大量的消耗门阀的力量 如果东征成功 他一定会狭大胜之余 处理掉国内的门阀 这就是你爷爷为何会一夜三惊的原因呢 国内他想通过运河的开凿 来奠定自己千古的基业 很可惜他东征失败 惨不忍睹啊 开凿大运河又用人不明 麻疏谋之辈 食人如同野兽 国内民怨沸腾 他失去了贵族的信任 同样得不到百姓的信任 所以十八路返亡 七十二路烟沉 就出现的不足为奇了 和李泰的谈话进行的很愉快 对一个皇位不再抱有奢望的人 心态呢是平和的 你可以和他讲述任何一种 关于皇位的笑话 笑得涕泪交流之余 那股浓浓的酸涩 却怎么都挥之不去 李泰抱着做好的爆竹出了地窖 侍卫们下到地窖里 拿走了里面所有的东西 包括新扫出来的尘土 留给云家的是一间空空的地窖 在地窖里交受火妖的制法 是李二特意交代的 他认为这是人窃取天权 不可谓天所见 需在九地之下进行 还好呢 云家的地下够大 也够深 除了没有挖出黄泉 其他的都好 虽然有掩耳盗铃之显 可是李二郑重其事的交代 云也就必须不折不扣的完成 黄泉 比黄泉 可怕的多呀 李泰固执的从云家 带走了一筐玉米 不要熟的 要生的 他准备回到皇宫里自己煮 自己劈财 自己烧火 自己剥玉米 自己把玉米端给父母 他不会做饭 只有煮玉米可行一些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李二和长孙 自己退出皇位的竞争 从此做一个太平王爷 研究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 人的背影往往会告诉你许多的信息 比如现在的李泰 开始跨着双肩 弯着腰 后来呢 慢慢的挺起了腰杆 身形也挺拔起来 冲着云叶招招手 说了一句话就钻进马车 别人听不明白 可是云叶知道那句话的含义 李泰依然是李泰 从没改变过 夫君 魏王说 他挑了几十只大的家伙 是什么意思啊 星月站在门口 看着远去的李泰车架 若有所思的问 男人家的事情 女人问那么多做什么 云叶回头 把满脑子八卦的星月推回家 半夜三更的 谁家女人还在到处乱跑啊 李源昌 会不会死 云叶管不着 这种败类中的极品 死一个少一个 几十只大的马蜂 在身上乱扎 一定会让他愈先愈死 李泰的郁闷 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地方 李源昌好死不死的遇上了 这有什么办法呀 孙四秒还没睡 在院子里挂了只灯笼 躺在躺椅上 听蛤蟆叫 自从云叶进家门 孙四秒就被请到家里 那日木就要生了 头一胎 没有老孙在呀 云叶心里就感觉到没底 不过老道似乎 也想来云家了 钱管家请了一次 就收拾了一个包裹 下了玉山 随行的 还有火柱的妹妹 小姑娘穿着道袍 头发上憋着一只木簪 在孙四秒的边上 给他不停的挪烧着艾草 好把那些蚊子全部捏跑 老道起了烦心 这念头刚升起 云叶自己都觉得龌龊 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李二身上 如何猜测都不过分 但是放在孙四秒的身上 就是亵渎了 满大堂 云叶就遇见这么一位真正的道德高洁的人 后面虽然说研究出来的一些类似蒙汉药之类的东西 那也是为了医学研究 那只不过是云叶没把它利用到正途而已 那只不过是为了医学研究章的东西 那只不过是为了医学研究章的东西 那只不过是为了医学研究章的东西